1997年我国改革开放 总负责人邓小平病逝 这个沉重的消息 使得全国上下都陷入了悲伤的氛围中 这个时候邓公逝世 那么接下来国家前进的步伐 又应该由谁来带领 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多年的华国锋 向中央提出来 一项紧急的要求 中央听到了竟然大力支持 当年华老到底提出来什么要求 为什么中央听到后 还表示非常支持 邓公身为新中国的 第二代最高领导人 实施了改革开放 对我国经济发展 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直到邓公去世后 让众人都陷入了 一时间的混乱之中 邓公去世时 国家的经济还未稳定 就在中央不知道 怎么决定的时候 华老站了出来 提出来一个紧急的要求 中央听到要求后 也表示大力支持 并且提供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邓公的去世不仅给人民 带来了沉重的悲哀 更是给华老带来了当头一棒 这件事情也让华老 幡然醒悟 中国的各个伟大的领导人 在未来终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但是他们的英勇事迹 和他们伟大的革命精神 必须要让人们铭记 毕竟没有曾经老一辈革命人的付出 就没有现在新中国的今天 当年许多经历过革命的老同志 都已经年过半百 许多战争的亲临者 也都相继离世 如果现在不及时的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那么以后想要得到真实有效的信息 就非常的艰难 甚至一件事情 想要找到人对峙事实 都将是种艰难的事情 所以华老决定要认真的记录下 这些伟大领袖们的伟大事迹 并且要实事求是的记录下来 让后人看到其中真实的事件 从中吸取经验 在未来的发展中能有所指导和借鉴 华老下定决心用自己的事件 将那些故事都熠熠记录下来 他要在自己的笔下写出那些为新中国 奋斗过的人们 让他们永远的被后人所迎接 用他们的故事来激励 后人前进的脚步 1997年我国改革开放 总负责人邓小平病逝 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多年的华国锋 向中央提出来 一项紧急的要求 中央听到了竟然大力支持 当年华老到底提出来什么要求 为什么中央听到后 还表示非常支持 于是华老就带着沉重的心情 向中央表达了自己的请求 当中央看到这个请求时 都表示非常的赞同 并且提供了一支 由党史研究专家 组成的团队协助华国锋的书写 专家团队不辞辛苦的 对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 走访故事的当事人和见证者 他们在华国锋的要求下 必须要还原历史的真实性 并成这实事求是的原则 还原每一个细节 华国锋还对他们提出了要求 写自己的部分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突出领导集体 不能专注个人 一个人的成长和政治经历 根本不能起到带头作用 只有党的大方向 再能起到更好的积极作用 还有就是一定要去伪存真 华老在书写这本著作时 还不停的在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能听说什么就写什么 必须要求正过后再去书写 不然写出来的东西是根本经不起时间验证的 直到2008年华老去世后 这本卡矿寺著作终于是出版了 很遗憾的是华老没有看见 这段历史在华老和党史专家们的努力下 成功还原了党的辉煌旅程 还有人民群众的奋斗历史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过去的事情 吸取其中的错误 为未来的发展做出宝贵的建议 华国锋这名伟大的英雄的一生 也是非常的波折 当年华老实在山西郊城出生 他年少期间父亲和自己的 两个哥哥都相继去世 这导致华老的童年充满的悲伤 这个时候家中唯一的女人 华老的母亲撑起了家中的重担 将华老和他的三哥养育成人 在华老的中学时期 正式地接触了革命思想的意识 让华老豁然开朗 于是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革命事业 开始了在游击队的艰苦革命生活 为了当时的革命事业 于是华老改名唤醒 他的原名苏助也被世人遗忘了 那个时候华国锋这个名字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 1997年我国改革开放 总负责人邓小平病逝 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多年的华国锋 向中央提出来 一向紧急的要求 中央听到了竟然大力支持 当年华老到底提出来什么要求 为什么中央听到后 还表示非常支持 1938年 华国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那个时候的华国锋也才17岁 正处于年轻活力的时期 他却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他的作战无比英勇 指挥更是从容不迫 带领着游击队参加了 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 稳定了当时娇城的局势 在后面土地改革当中 当时身为娇城县 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的华国锋 更是带领着干部群众一起忙碌 到了1949年 新中国成立 华国锋的突出表现 被提拔到了湖南工作 在湖南地区民族众多 很多民族都有各自的阵营 华国锋到达湖南的时候 已经处于一种非常棘手的地步了 湖南兵荒马乱 各种匪患让民众们苦不堪言 同时湖南还有严重的水患 在这样的条件下 华国锋分析其中的利弊后 决定要先处理湖南本地的自然灾害 先让本地的民众都吃饱饭 华国锋先是修建工程 比喻水患 此时匪徒们看见华国锋的做法 很多都自愿投降进行改造 华国锋来到湖南后 解决了水患饥荒和匪患的问题 让民众更加的喜欢这位革命领导人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 看到了华国锋所做出的成绩 对此非常的满意 于是在1971年 华国锋被调进了国务院工作 当时就在周总理的培养生工作 1976年周总理去世 毛主席就决定让华国锋 暂时接受了周总理的工作 同年的4月份 华国锋就正式担任了 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 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之一 然后又在毛主席去世后 粉碎了由江青为主的四人帮 夺权的阴谋活动 1981年华国锋赐去了所有职务 但是在华老退位后 也还在关心着祖国的事业 尤其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 华国锋见证了毛主席 周总理和邓公的伟大旅程 更是他们历史的见证者 唯一让华老遗憾的是 没有亲自到奥运会的现场去观看 当时的华老已经身患重病 并且病情恶化的非常严重 在奥运会还未结束的时候 华老就在医院中逝世 虽然华老不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他伟大的奉献精神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革命前辈的那段历史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我们的民族和国家